柯P他現在都說不知道 他基於司法自我保護的情況 他不想多說嘛 可是你作為一個黨的黨主席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跟民眾黨的朋友說 柯P一定要離開這個位置 你不離開 你個人的官司怎麼會打得好 因為你這個時候如果離開 你不要做黨主席了 你離開了 那你可以就個人的利益 來確保你的法義 法律上怎樣對你最有利益 那那個時候你是個人 可是你如果是黨主席 那對不起 這個就是叫做公眾利益 跟你個人利益的衝突 Daniel Waal 亮哥好 柯P無保請回 北檢沒有證據弱人口實 但柯P集團隊不要什麼 都說不知道就想混過 至於藍的多數就事論事 包括有俗慧 可是鍾小平就是XX 賴清德接受專訪 一不公正的樣子 別裝了貴黨陳明文 300萬沒事 蘇貞昌100萬沒事 更可怕的現代令 只會講銀行處理過當 問題是貸款水位快滿了 房貸足快斷頭了 你剛剛講到那個柯P喔 他現在都說不知道 我坦白講喔 我們就人權來講喔 這個當然啊 你如果說因為你是黨主席啊 你不能只講到這裡啊 啊可是就一個人的人權來講 你是要舉發我的人 你是要判我罪的人 你要找事證啊 怎麼是我講啊 我沒有必要跟你講啊 我講啊 你剛好用那個來入我於罪 所以喔 作為個人喔 他的人權 他是可以不回答的 所以我們說 審判有揭默權嘛 他可以保持揭默說我不知道啊 那當然啦 你是站在公眾的立場 就是說欸 你是民眾黨的黨主席耶 你怎麼可以簡單的用不知道就想 打混通過 目前確實民進黨就是在質疑他 所以你是要說一點吧 就是 好那2020年到2021年 這個案子的那個 整個增加容積的過程啊 金華城 那請問你的角色是什麼 我跟你講未來幾天喔 我給你保證啊 因為民進黨市議員也有幾個非常厲害的 比如說苗博雅啦 減蘇培啦 許淑華啦 我來一堆啦我跟你講 因為這些人我都認識 他們一定會從2020年 到2024年喔 這段時間喔 你有關金華城的發言都給你翻出來 尤其是2020到2021那一段 所以喔 我才跟你講說民眾黨是要做功課的 因為你接下來 你總不能叫柯P都去回答吧 所以你要有準備啊 這個這個真的就是一個攻防戰啦 我說實在啦就是這樣啦 所以 那他基於司法自我保護的情況 他不想多說嘛 啊可是你作為一個黨的黨主席 所以我為什麼一直跟民眾黨的朋友說 柯P一定要離開這個位置 你不離開喔 你個人的官司怎麼會打得好 這個就是叫做公眾利益 跟你個人利益的衝突 因為你這個時候如果離開你不要不要做黨主席啦 你離開了 那你可以就個人的利益 來確保你的法義嘛 法律上怎樣對你最有利益嘛 那那個時候你是個人啊 可是你如果是黨主席 那對不起啊 這個就是公眾的議題啊 因為你現在只有請假三個月啊 所以你還是有潛在的影響力啊 這影響力是真的嘛 不然怎麼眾多徒子徒孫到北檢來幫你聚眾啊 對不對 所以就這一點來講沒有錯 他會面臨了公眾的責任 這個我剛剛網路上也看到很多人這樣留言啊 說啊你你你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就只說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那你就不要做公眾人物嘛 所以我才說這個時候你最好是退退位啊 你要用什麼方式退位民眾黨自己去安排 可是你現在如果是黨主席 公眾關切的問題 你是不可能必答的啦 我剛剛已經講到了嘛 接下來還有台北市科咧 北市科 台治光 魚果市場 南港轉運站 這所有都是市政議題啊 因為跟你的個人的利益有關啊 那你可能會必答啊 可是必答啊 你作為一個前市長或者是憲政黨主席 人家就會覺得你一定是something wrong啊 一定會變成這樣啊 大概是這樣啦 我了解你的意思啦 OK Ben Chang 柯文哲主張相信專業 不知道是指不具專業了解容積840% 都審會議通過公開透明沒有知道 法官采信 他的意思就是他都不知道 因為他不是講了嗎 他今年3、4月才知道 金華城的容積率竟然高達840% 那對於容積獎勵20%相關的規定啊 他是從392變成560啊 然後再變成840啊 這個過程他都不知道 這他說的啊 那這個當然就會有人去對嘛 你真的不知道 因為金華城當初 2020年到2021 這中間也是驚濤駭浪的啊 他並不是就這樣過啦 這樣中間 台北市議會也有很多人有意見啦 所以是有爭論的 所以我今天就看到 就一小圍吧 在台北市議會的質詢 就有人把那個影片寫給我 所以我才說 柯文哲這樣回答 我給你保證啦 就是未來 今天晚上綠營的爭論節目就開始批你了啦 所以你說你不知道 我就拿證據來告訴你 你知道 那這一些證明你知道的市政 北檢就會拿去用 所以接下來抗告 抗告的那個停 駕駭停 北檢就會拿出來用啊 我們通常說抗告一定要有新市政嘛 那北檢現在就在整理啊 因為現在一定會有一堆人出來說 誒 柯文哲說他不知道 我就告訴你他知道 那北檢就開始蒐集啊 那蒐集了這些市政 他就去抗告了 就這樣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知道有些話真的是保持接默啦 就是這個意思啦 不然你不知道會惹出多少事來啦 因為這個是很大的案件啦 2020到21年通過的 他留下了很多的資料啊 包括影片啦 臉書啦一大堆啦 我跟你保證一定一堆人在找這些資料 北檢一定會拿去用 就是這樣啊 就是這樣啊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法院跟這個檢方的工房嘛 就是這樣 本來就會工房的啦 北院跟北檢本來就是 工房的關係啦